怎么就剩我一个了,你们都在哪?1986年,72岁的杨成武站在卢定桥上泪流满面地发出这个疑问,但却无一人能够给他回答。经历过枪林弹宇的开国上将,如今为何泪流不止?他寻找的人又是谁呢?这一切还要从飞夺卢定桥开始说起。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1935年5月25日,红军攻占大渡河安顺场,并找到三艘小船用来护送红军渡江,只不过因为河水湍急,红军主力也不能只靠三条小船渡过大渡河。 此时国民党追兵正在赶来的路上,和对岸的援军也逐渐逼近。 为了尽快渡河,毛主席将目光对准了距离安顺场320华里,160公里的卢定桥。 但为了最大可能保留革命力量,红军在安顺场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伯成和聂荣真率领,乘船过河后向卢定桥方向前进,另一路则是红军大部队,由林彪率领至卢定桥渡河。 两路人马于卢定桥会师,共同配合大部队渡过大渡河,而为大部队打头阵的正是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 5月27日,杨成武便率领战士们走上泥泞的山路,用尽全部力气也只走了40公里,距离卢定桥还有120公里,照这个速度前进很难完成任务。 而在行进途中,红四团还遇到了两波敌人,尤其是在菩萨岗遭遇的刘文辉部队,直到傍晚才结束战斗。 可到了第二天,杨成武就接到林彪发来的集电,部队应明日一早赶到卢定桥。 这就意味着,杨成武的部队必须在一天之内集行均120公里,远比第一天的40公里难度更大。 杨成武意识到这应该是战斗需要,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动员战士们向卢定桥出发。 饿了就吃生米,开会也一边走一边开,除了必要的时候会稍作休息,红四团一直行走在路上,到了晚上七点,红四团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天上还下起瓢泼大雨,山路异常泥泞,给战士们行军带来极大阻碍,只能拄着拐棍或者相互搀扶前进。 没过多久,杨成武发现对岸出现长长的火光。 如此大张旗鼓的行军,基本可以肯定是国民党援军。 与其等到被发现真实身份,不如用刘文辉的部队番号伪装,骗过敌人信任的同时降低对方的防御心理。 当对岸部队得知是有军后,果然放松了警惕,杨成武等人经过一夜急行军顺利到达卢定桥。 只不过此时的卢定桥已被毁坏严重,桥身只剩13根铁锁,木板早已被拆除,桥下便是奔腾的河水。 观察一番后,杨成武命二连为突击队,选出22名突击队员作为先头部队,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颗手榴弹,由二连长廖大珠指挥作战。 在突击队后面,三连的战士们手持木板负责扑桥板。 一切准备就绪后,5月29日下下午4点,冲锋号响起,突击队的战士们爬上颤抖的铁链,这场令杨成武终生难忘的惨烈战斗就此拉开帷幕。 你们飞过来啊,飞过来我们就交枪,过不来了吧,哈哈。 听着桥对面的叫嚣声,红四团的战士们义愤填膺地回答道,我们只要你们的命,不要你们的枪。 国民党的这一行为并没有打击我军的信心,反倒增长了士气。 杨成武与王开香站在桥头指挥,22名突击队员一马当先,用密集的火力回应敌人的叫嚣,同时为曝桥部队提供掩护。 在突击队身后,三连的战士们背着枪架着木板,一边爬行一边扑桥。 木板不够,就从队伍最后拆下地道前面。 越是到桥中央,桥下的水声就越大,铁链也越发晃动得厉害,突击队员们只能忍受着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用力抓紧铁锁。 在看到红军的英勇表现后,敌人终于出现了慌乱。 密集的子弹倾斜而下,种种声响回荡在炉定桥上方,有些胆小的国民党立刻丢弃防御攻势,不顾命令刺下逃窜。 眼看红军就快要到桥的尽头,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军立即放火烧掉木板,想以此阻止战士们的步伐。 就在这关键时刻,杨成武高声呼喊道,同志们,我们就快要胜利了,不用怕火,这是敌人最后的手段了。 同志们,冲过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话音刚落,廖大猪以身作则瞬间跑入火海,其余的战士们也缓过神来。 不等杨成武发话用尽全部力气加快前进的脚步,衣服着了就扔掉,烧到头发就拍打两下,越来越多的战士顺着木板登上炉定桥,给敌人带来的伤害也越来越大。 下午五点,炉定桥终于掌握在我军手中,但红四团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立即对于炉定桥一步之遥的炉定城发起攻击。 一共两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清理了所有炉定城敌军,到此为止。 炉定桥的所有障碍,都被杨成武及红四团的战士们扫清。 这一战中,三名突击队员在过河时掉下湍急的河水牺牲,一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22名突击的勇士只剩下18人。 不过杨成武来不及伤心,先是给中央发去一封电报说明情况,随后便安排战士们轮班休息,等待与另一支渡河队伍会合。 直到深夜,刘伯承和聂荣贞才带着战士们走入炉定城。 还没等稍作歇息,杨成武就陪着刘,那二人视察炉定桥,安排大部队过桥的事宜。 看着桥上战士们用生命铺设的木板,刘伯承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角,感慨道, 炉定桥,炉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第二天一早,毛主席随着红军大部队抵达炉定桥,在看到炉定桥的情况,自己留下的战火痕迹后,给予红司团极高的评价。 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直到6月4日,所有红军终于平安过桥,蒋介石的阴谋也以失败告终,杨成武则继续投入战场,书写自己的传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林彪指挥平行官战役,是八路军出世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而在距离平行官不远的一马岭,腰战,杨成武同样为平行官的胜利做出一定贡献。 1937年,红义士改编为《110武师独立团》,杨成武任团长率军向抗战前线挺进。 平行官战役之前,杨成武接到命令,立即前往一马岭,阻击来自来源和广陵的日本援军,确保平行官战场的胜利。 9月24日,杨成武急行军200多里,终于到达指定地点,并向战士们下达一个死命令,不能放过一兵一组。 在修建防御工事时,战士们意外遭遇一支日本骑兵,第一场战斗爆发,在战士们奋勇击毙7人后,日军不得不退兵。 杨成武意识到,逃回去的日军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为了更好地完成阻击计划,减少部队的伤亡,杨成武立即加强山上的警卫队时刻侦查敌情。 同时派出二营前往三山镇,组织广陵日军通过公路增援平行官日军。 指挥部随一营留在一马岭,三营则被派往不远处的白羊堡,听后命令经过作战。 第二天凌晨,一支日军修建接近一马岭,没有任何察觉地走进了杨成武设置的包围圈中。 刚一进入射击范围,杨成武就下令作战,一时间,手榴弹、机枪等声音一同响起,日军瞬间陷入慌乱中。 就在这时,杨成武突然发现日军的指挥部相对薄弱,立即派出突击队冲向指挥部。 面对这一行动,日军不知道八路军的底细,不敢随意反击,只能尽量拖延时间等待援军。 殊不知平行官战斗已经打响,所有援军都被我军所阻打。 收到平行官消息的杨成武立即下令吹响冲锋号向山下的日军发起总攻。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追赶这一支敌军时,杨成武竟直接歼灭敌军四百多人,最后攻克了来源,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依靠汉阳灶和草邪,杨成武就将日军追赶的丢盔器甲,军用物品扔了一路。 许多百姓纷纷将其带回家中使用,甚至将日军的头盔拿来喂鸡,进一步打碎了日军的不败神话。 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杨成武先后收复六座县城,并以此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也是禁察纪根据地的雏形。 在这片根据地上,杨成武多次粉碎了日军的阴谋,打击敌方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尤其是1939年秋季的反扫当中,杨虎成在河北省来源县三岔口,黄土岭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伏击战,黄土岭战斗更是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闺秀中将。 当时日本出动精锐部队,甚至将名将之花阿部闺秀派上战场,不成想被杨成武引诱至峡谷,最终死于炮火之中。 抗战胜利后,杨成武曾接受毛主席的嘱托进军随远地区,牵制其兵力配合东北的解放。 也曾在新中国成立后,踊跃参加抗美援朝战役,并将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 对应自卫反击战中,也有杨成武的身影。 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再加上丰富的革命经历,杨成武在开国首次授贤仪式上, 被授予上将军衔。 虽然经历过许多生离死别,也多次见识到战争的残酷, 但在杨成武的内心之中,最让他难以忘怀的还是飞夺卢定乔这场惨烈的战斗。 更重要的是,对于这场战斗,杨成武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遗憾, 没记住二十二勇士的名字。 飞轮卢定乔结束后,突击队勇士获得了带有中央军委字样的列明符、 钢笔、日记本、唐瓷碗和筷子,还有一枚红军最高荣誉奖章, 红星奖章。 既有代表荣誉的勋章,又有极缺的实用性纪念品,足以证明中央的态度。 但长征之路越来越艰难,战士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杨成武也一直忙于工作,没有精力关注剩下的突击队勇士的情况。 随着战斗的继续,有些突击队勇士牺牲在战场上,有些人因为战乱不知消息。 每次回想这次战斗,回想起勇士们英勇的身影, 杨成武都会自责自己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 1986年72岁的杨成武故地重游时,眼前再次浮现出这段场景, 这位经历过无数生死的老将军再次泪流满面道, 怎么就剩我一个,你们都在哪里啊? 对于其他勇士的寻找工作仍在继续, 我们在享受如今幸福生活的同时,更不应忘记先辈的付出。 如今的中国民富国强, 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用生命为我们谋求幸福的烈士, 他们的名字我们不会忘记, 他们的精神亦将为大家所熟知。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